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刘童牧师 今天是从3月17号开始实施居家隔离的第100天 在这100天当中 我们亲眼目睹了美国这个国家 走过近年来最艰难的危机 我们不但继续在面对新冠病毒的蔓延 我们也经历了George Floyd的悲剧事件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每个人在心灵上 在肉体上 在情绪上 都多多少少受到影响 有人问我说 刘牧师你是怎么看待 这些发生在美国的事情呢 我记得前一阵子 我在推特上发了一个推文 我说耶稣仍然是唯一的道路 我真实地如此相信 因为今天美国所面对的问题 其实不只是种族的问题 不只是教育的问题 更不只是制度的问题 美国所面对的问题 是根本上人心的问题 今天无论我们怎么想 从外面来改变 但事实上基本的问题 却是在里面 这为什么我说 唯有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因为唯有祂才拥有 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 耶稣今天仍然是医治的主 能够将我们从疾病中 得到痊愈 耶稣今天仍然是灵魂的救主 能将我们从罪恶中 得到释放 耶稣今天仍然是死人和睦的主 能够拆毁人与人中间 一切的隔墙 所以如果你问我说 那我们今天应当做些什么 我的答案很简单 那就让我们跟随基督的角中去行吧 在需要的地方去带来帮助 在受伤的地方去带来医治 在破口的地方去带来连结 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基金会在这段时间 快速地发展实物发放中心 这是为什么我们与非洲一的美国教会合作来捐赠口罩 这是为什么我们专程去Santa Clara警察局 表达我们的感谢与支持 因为我们真的相信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 真理与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个人心不安的时刻 让我们的心不要被世界的声音所影响 反而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耶稣身上 在每件事上效法基督的榜样 至终我们就必然能够得胜世界的 愿上帝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